如果真的疫情这样下去 你们要干嘛 如果真的这两个月 你看刚刚小王 一片沉默 昨天后来跟我的行政聊天的时候 我在跟他讲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积极一点 思考一下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可以做这种线上的project 但这种线上的project 它还是会需要每一个领域的crew 要去工作的 比如说像如果我们在实体剧场里面演出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灯光的crew 我们会需要什么舞间等等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是 远距或是线上的project 但是还是会需要这些crew 同时一起工作跟一起 才能完成的一种表演 第二次沉默 但我自己也还没想到到底要怎么做啦 可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就是觉得像我那个 我团里面的那个行政 他最近是因为他在疫情爆发前 刚生了小孩 然后他就刚好在最近的时候 就是都待在家里面照顾小孩 可是他的先生也是剧场人 那先生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没办法去上班 如果此时此刻有一个有一个有月薪的工作进来 就是in-house 就是可能办公室 或者是去教书 就是有那种制度内的月薪工作进来 你们会去接吗 是要去办公室的吗 还是 对或是进办公室 就是公布门 或是那种体制内的 然后确保你在疫情期间 大家没工作 说你一定有工作 可是你的月薪是固定的 然后这个一做下去 你就是得要 可能至少要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如果你进去教书 就要一学期 一学年 就如果此时此刻有一个这样的工作进来 你们会接吗 如果是我的话 教书这件事情 不是在想象之外的 他也是在范围之内 因为一只小指踏在里面 我现在 所以如果他现在花我大部分的时间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是 还蛮合理的 我自己 就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意思就是 我可以投入我一个礼拜 花20个小时在里面 这是看时间要怎么分配 但如果是正值来讲的话 那优先条件就是 我外面的时间要缩少 要变少 所以遇到疫情的状况 其实也就不会这么的 就是怎么讲 如果现在这个时刻开始的话 其实对大部分的剧场人 或表演艺术人来讲的话 对于下半年的观望 或对于第四季的观望 还是保留一点希望在 所以如果除非今天就直接了当讲说 今年的所有的表演艺术类的 所有的东西全部取消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死了这条心 所以这些接下来所有东西都可以 直接换跑道 或者是说去找刚刚所谓的 一年或两年约的正值 或任何一种职位 但是现况其实就是在 如果今天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进来 但是我们也不是 不见得是我们对于第四季 还有抱持的这个标译艺术圈的演出会回来 但如果今天现实直接碰到问题是 那这些演出我们是要全部都直接自我了断 说谢谢不做了 有也不做 然后去做正值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太确定 其实因为我的实际面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去年我就是遇到一样的状况 我去年八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学校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老师 然后问我要不要接这个位置 对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想了一下 就是挣扎了一下 因为我其实从去年开始 应该说从一两年开始 我是已经不太想要花时间在教学上面 就是我比较想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做制作或是表演的这个领域里面 可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蛮尴尬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疫情趋缓的 然后但是你说真的全部的活动又都回来了 还是就是可以真的跟正常的生活一样 又不是那个状态 所以我就跟学校讲说 好那我可以就是接这个学校 可是其实接了之后到现在 我说实话从今年第一学期还好 但是第二学期开始 就是今年的寒假过了之后 到这一波疫情爆发之前 我发现我真正花在自己制作上面的时间 其实变得非常的少 因为我会不知不觉的就是我的时间 就全部都转去都在学校里面 对我就觉得其实说实话 如果疫情没有这一次这波疫情没有爆发的话 我其实是一直希望可以把自己调整回到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教学上的状态 我觉得因为大部分的艺术工作者很多人都会选择教职作为自己在艺术工作跟保持面包的那个两条船的那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当老师这件事情好像就会不是让大家有一种比较需要下定决心的感觉 我刚才想到的是如果真的是你要进到企业公司去的这种offer 然后你可能会暂时要离开这个圈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说就会很挣扎 就是一方面你可能也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这一年 接下来这一年真的没有办法 在就是剧场或是表演艺术里面有新的可能性 因为疫情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 我们其实说实在话一直不断的被取消 或是你要在做制作的时候 你要再担负着那个可能随时疫情爆发的那个压力 其实它非常大 所以也有可能 我刚刚其实心里也蛮挣扎的 如果今天真的要进到一个一般的行号公司 就是你完全离开跟表演艺术 因为通常大家去教学还是在教表演艺术那一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跟艺术还是有相关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去鸿海 或是你要去其他的地方 真的做完全不相干 可是你还是能力可及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可能会犹豫一阵子 因为说实在话生存还是蛮必要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学校说 我们现在缺专任老师 就是要做行政 做专职的专任 然后问你 那你还是会去接这个 我可 如果真的情况很不乐观 我可能还是就觉得不会点头 对 不是啊 可是专任 其实专任是有底薪的 但一般来说 如果是学校 像大部分的表演艺术人 除非你学历超高 学经历超好 大部分应该都会是以兼任为主 兼任的话 其实他的 就跟刚刚Roger权说的 就是他的薪资 其实并没有好像注意到 我觉得他现在 昨天我们有提到嘛 现在兼任老师 大专业也好 高中也好 实薪其实低得要死 那其实到最后就变成说 我们一直在花时间 跟心力在教学上面 但是其实对于实际上的收入来说 可能没有真的很利己 除非是 我觉得专任是另外一件 专任是他就有固定的 我讲的是专任 如果是专任 比如高中专任 或是国中大学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选择 那我其实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在用时间去 只要我今天觉得 我做哪一件事情的热忱是 80% 70%好了 比例上来讲是很高的话 今天有其他的机会 他如果比例上 对我来讲 他在现阶段是还好的话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吧 就是到了 做freelancing 做了一段时间 你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 而不是 而不是自己财库 一直都一直不停的 巨宝盆一直都有 然后完全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些 或许是在这样子的经济独立上 还可以支撑下去的话 就让自己还是维持在 freelancing的工作上 不然的话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 在你可能学校毕业之后 无论是硕博士 大学部毕业之后 你希望可以 如果真的要选正职的 真的马上就会去选正职的 希望做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是稳定的 你什么都 你可以支持到你 经济上之后 你就可以去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可能比较爱做梦的 我们这些人来讲 我们就会希望做我们自己的优先 然后再去干嘛干嘛 但还可以撑得了五年 十年 十五年之后 我觉得这些问题 其实都已经都变成是一个 你要进正职吗 你要进正职 而不是说我今天好想去做一个 烧九晚五的班 我这样子每天的薪水 每天的薪水都很固定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 就是低风险 不是高风险 因为一旦的高风险 我们就会面临到 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真的是高风险 反倒是当时我们觉得说 很稳定的生活状态下 它现在是非常的稳定 还是依旧的稳定 我们现在就是面临着高风险的选择 最高风险出现了 但如果我是接受这一切的 因为当时是我选择这个高风险的 我可以很自由很怎么样很怎么样 一定有它的那个 所以如果今天我 对一定有它的代价 所以其实要进一个专职 做这件事情 我早就想过了 只是它比例上的问题而已 你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 就我就会觉得 它还不是我最主要考虑的 除非我不要乌鸦嘴 除非它就是有点长 这个疫情时间有点长 但只要我对于做freelancing这件事情 我的目标还没有绝对的绝望 没有绝对绝望 我就应该还是不会让 一个专职工作发生 一直有想过啦 但是那个动机没有会让我说 我每天都在不停的看报纸 找工作这感觉 这个问题是昨天晚上 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他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他想要听听意见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跳出这个东西 但我只是提供他 我后来我就听到他说 我说你先撇除 撇除其他的要素 就是教学这件事情是 你可以本身 你可以接受你喜欢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 你本身就已经 一直为了钱去做这件事情 进去也不会 不会开心 然后所以 他觉得他可以接受 我刚才我刚才说 可能大家也就是 接下来也会去想说 因为COVID-19 它本来就可能在未来 它就会形成一个 它弱化 它不会让你死 但它就一直不断 反复出现的状态之下 其实我们也得要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转行嘛 所以等于我们可能 真的得要在 这样子的现实环境 就是你随时都有可能会感染 但是你可能不会死的 这样的状态之下 然后怎么去改变 我们的工作形态 或是他可能甚至会改变 我们的对于 杨树的想象 就是他真的 真的不会是短期的 就觉得他真的 应该不会是这么短期 就来来 就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一件事情 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今天 我真的觉得去年 我们就真的 把它变成像这样 来了 好像没什么事 走了 所以三个月之后 开始全体复工 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尽管 国外疫情 还是这么夸张严重的时候 都有讲了 我记得英国 还是欧洲吧 可能都有讲说 就像 就像 那个 台湾现在这状况一样 我们要接受它 我们应该可以要 开始慢慢接受 这些事情 就一直会存在着 只是 任何 我们 不管是疫苗来了之后 这些病毒还在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有 第二次感染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防范它 或者是我们用任何方式 去解决它 但是你一常生活 还是要过 它可能维持个 几年都会这样 所以如果只是 用一种 像去年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 大家看法都一样 就是去年 我们就是 表演艺术界 真的是关了 三四个月最多 就是这样 接下来 所有东西都爆发 爆复性的 开始继续 就再来 那 那时候我感觉 最终的好像是 嗯 我们是把它觉得 没有 稍微没有什么事了 然后就把它当成 没有了 好像是这样 所以它一直存在 不知道哪里的时候 它突然哪一天出现了 我们完全无法招架 因为我们也真的没有准备啊 我们真的没有准备 不是说我们表演艺术界 没准备哦 台湾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是有点这样 心理层面上 没有准备好 觉得是一个长期抗战 反倒觉得 拜托拜托 不要再进来 不要进来 然后出去的没有 然后我们就可以 继续回归到原来的生活 我觉得是有点 不太 不太可能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 整体去年 感觉起来 台湾的社会 有点好像走入到了 一种烟尔道理的状态 就是好像反正我 把耳朵捂起来 就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发生的感觉 但实际上 并不是 对 然后 我觉得 肉桂犬刚刚的 的 想法也是对的 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表演艺术人 可是实际上 表演艺术界 它本来就是 这是在时代的洪流里面 表演艺术界 在每一个时期 它都必须要改变 就是它必须 表演艺术其实是 因应社会的变化 然后持续下去的一种 专业体力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 刚好这个时代 我们遇到了疫情 那也许其实是透过疫情的这一个变化 来让我们对于表演艺术的 表演方法或是执行方法 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去做改变 我倒是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要正面思考的一个部分 就是想要改变 你觉得有什么想改变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可以稍微聊一点点 我们想要改变 或者是说表演艺术应该要改变 经过这件事情 那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 你觉得在你的观察下 哪些是我们应该要改变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很直接性的改变 就例如说 以前对于音乐家来说好了 其实很多人对于音乐家的 第一个直觉 一般人就会觉得说 音乐家是在舞台上高不可攀 然后跟观众 其实有蛮大的距离的 然后观众如果要去听音乐的话 就是要在一个很大的音乐厅里面 然后远远的看着音乐家在舞台上的表演 但实际上是当疫情发生了之后 如果我们还是希望要传递我们的音乐 给一般人听的话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把它录起来 然后就透过网路去播给大家看 或者是有人就会选择用Live Stream 但实际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音乐家跟观众就没有所谓的台上台下的隔阂 他其实只有就是以目前观看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在 同时对我们音乐家的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也会变成说我们以前 很多音乐家他们就是会有那种人来风 有些音乐家是人来风的 就是他们只要遇到一大堆群众 他们就会嗨 然后他们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反而是如果有时候他们发现 为什么这场音乐会都没什么观众来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轻松一点演出等等 那反而是现在这个疫情状态下 我们的观众 几乎就基本上都没有观众嘛 我们观众就是我们的camera 或是我们的录音机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还要继续 是以音乐家的态度传递音乐这个艺术的概念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 就是我现在演出 我现在的演奏 是给谁 之前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我们会有观众的互动 当我们演奏某些乐剧很好听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到观众的眼神 或是观众的心情等等 我们可以感觉到 但其实现在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那当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呈现这种共鸣 或是这种互动 我觉得其实对于音乐家来说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思考的 其实应该对于艺术文化 不要说文化两个字好了 好像对于艺术圈 嗯我不免俗还是要提一下 我不是在支持我 但不免俗还是要提一下 刚刚的侯斯顿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只说这个现象是 他是精品的时装大师 然后当然他怎么起怎么落 这件事情电影里面都有交代 我就不赘述了 反正就是一下就看完了 然后但是 他是商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行为 但他同时又是 同时这件事情就是主动了 他是认为他是艺术家 他是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然后他觉得他是艺术家 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独特什么之类的 但是不得不说 我相信在他过去历史 他绝对会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 一个时装设计 他可能看法不太一样 那也是因为他可能是他的个性 但是终究到了现实 他能够卖钱 能够大红 但这件事情好像似乎对他并没有 帮助 除了钱以外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这些东西 让他 名字都 他拿不回来自己的名字 然后最后就这么的 结束了一生 我只是觉得他一直很自负 就是我一直觉得 艺术家艺术这两个字 我们可以说 真的有这么的 伟大吗 就是当我自己觉得 就是如果我在做我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 我做东西就是天下唯一 就是数一数二就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叫做艺术吗 我不晓得 但其实我常跟我之前的学生提一件事 就是你知道艺术起源的这个字 自首起源其实就是人造的意思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是跟人为相关的 他都可以成为是被称为是艺术 所以我倒是蛮好奇的就是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艺术家这个名词 就是artist的这个名词 在东方的社会 或是我们讲台湾的社会好了 他好像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专有名词 我觉得他听起来就是一个fancy word 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如果做幼儿 对对对 然后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需要幼儿教育好了 就是跟小朋友说 我们要启发他们的艺术 感谢他们的艺术潜能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想说 你这样子都是艺术啊 你这样画好好看 这就是一种艺术这样 但可是为什么这些小孩子 假设他们现在这小孩三四岁的时候被我们启发了 结果他们突然间到了高中 突然间到大学 考进了艺术学院 音乐系美术系剧场 乘几何时 就是某一个点 他们突然间会觉得说 我现在是艺术家 然后突然间好像他们就 就是把艺术两个字在头上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 我对艺术家 我对艺术家这三个字有反应是 真的是也是 三十几年 三十几岁之后的事 就是以前 三十岁之后 我刚刚说出来有点嘴软 我想说我干嘛跟人家说我年龄啊 奇怪 因为你捏了一把冷汗 就是我之前有 曾经有认识一个 一个算作家画家 插画家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插画 然后也有出版很多自己的绘本 跟他帮别人做插画 然后常常在对话的当中 他就会自诩艺术家 他说像我就是一个 他说我们这种艺术家个性 艺术家人什么的 这样子 在他对话里面 我很常听到艺术家三个字 那个时候的我 我只要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都说我是艺文工作者 我因为那时候这样讲 是因为有时候会说不清楚自己 因为我又做 可能我的工作里面 我有教学 然后我有创作 然后创作里面 你有分你有上台表演 或是你做编剧做导演 就是总之 因为事情很杂 然后也没有 自己也没有觉得 自己好像有专职到说 我就是一个编剧 我是一个导演 我就是一个老师 就是也没有到这样 所以我都会统称说 自己是艺文工作者 可是那时候心里 当然会觉得说 每次跟人家讲 艺文工作者的时候 你就要准备后面 跟人家解释说 你做什么的 那我跟这个 这个作家在对话的时候 他就一直把 艺术家这三个字 挂在嘴边 然后甚至在对话里面 他偶尔会框起来 就是我们都是属于 艺术家这一类的人 这样 然后我一开始听到 这三个字的反应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真的很深 我是很后来 很后来很后来 我在回想这些对话 我很深沉的 那时候冒出一句话说 你凭什么觉得你是艺术家 就是你是作家 你就是作家 你就是画家 你就是画家 你是 你是参画家 就参画家 干嘛要用艺术家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 你为什么要是 highlight艺术家三个字 然后等到 一段时间过后 在 当然生命中 再重新回想这些 这些对话 的确我就会觉得 好像艺术家是 是好像 遥不可及 不能碰 那 我们好像前一世 我自己前一世 也没有觉得说 不要随便亵渎这三个字 那可是更深层的背后 是我觉得这三个字 就根本就跟科学家 三个字是一样的 因为你看哦 你如果去问那些 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能够说你好 我是科学家的人 其实很少 真的蛮少的 大家只会说 我在实验室做研究 我在做研究助理 我在做工作 我在做研究什么的 或者我是某某教授 可是很少很少 会有人跟你说 我是科学家 我说在台湾 然后我就会发现 什么科学家 艺术家 这种什么什么家 这种大家 就是我觉得 很像是一个很绚烂 很梦幻的一个抬头 是你要能够扛 扛得住这三个字的话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在国外 你都在 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但是比如说在美国 那时候 artist这个字 我个人觉得很普遍 就是甚至他们会觉得 一般人都everybody is artist 就是每个人 你心中都有一个art 你都有一个creativity 你都有一个创意的东西 好像对他们说artist 就是artist 然后artist也 也不会有人说 你是做艺术家 或是你是做艺术工作 第一个就judge你说 你一定没办事 好像至少我没有遇到 在国外是没有遇到这样子 只会顶多大家就会跟你说 酷 很酷 那你做什么创作 你做什么作品 这样子 然后不会有那种 直接问你说 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可是你如果跟人家说 你是工程师 我觉得当然跟国情 对 就是你说你是医师 我觉得国情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跟人家说 你是医师或工程师 你是老师 律师 OK啊 这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加跟师 就是师 加这个不能乱扛 这样 我自己觉得 所以以后我们出去就说 我是艺术师 蛮好的 听起来好像是你什么在修复 修复什么东西 你看你会跟人家说 你是音乐老师 一种偏误 对你会钢琴师 但你不会跟人家说 我是艺术家 这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 就是所谓这种专业 有点偏误 就是说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我是 一个 把艺术这件事情 拿来当成专业的领域 在工作的人 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 要 解释的话 比较像是这样 因为其实在台湾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 他会认为 艺术其实并不是一个 专业的领域 它是一个可以 是兴趣的 或是是一个 消遣的 或是是一个娱乐的 特别是像音乐一样 但其实艺术 它是一个 可以变成专业领域 来处理 来工作领域的人 然后我其实是 是比较把自己 看成是这样子的工作者 那我觉得其实刚 那个 就是挂山一号 提到的那个国情问题 像比如说 Artist的这个字 如果是在 像法国 有一次我记得 那是我 还蛮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一次跟团 去欧洲演出 然后那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乐团人 所以大家都背着乐器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们到法国 要进海关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 就是薩斯丰的case 其实长得很像 机关枪的case 非常像 而且我那个时候 带的是低音的 真的 我带的时候带的是 低音的薩斯丰 低音薩斯丰的case 看起来就跟火箭炮 一模一样 然后我在 我在入海关的时候呢 就 那个海关就 很紧张 他就看着我的case说 里面是什么 然后我跟他说 他是乐器 我是很客气 而且很礼貌 我跟他说 那你去不叫我打开 看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 那个海关 他一听到我们是乐团 然后我是音乐家 就是他突然间 那个态度 180度大转变 而且你要想着看 一个法国人 会跟我敬礼 鞠躬说 好 那请你们好好演出 请慢走 这样子 就是我后来 他连case都没有打开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国情上的不同 我们就真的 真的啊 到现在 到现在你去申请 任何个公家机关的 一个文件上面 只要写职业类别 还是找不到 还是找不到 我们的类别 永远写其他 然后电话销售 都一样 其他或什么 或者无业啦 因为其实我记得 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当然在十几二十年前 我自己申请 第一次台胞证的时候 上面是无业人员 就打的是无业人员 我也是啊 因为freelance 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情 但就是没有 就真的是无业人员 所以到现在 还是无业人员 我们还没有类别 自由业可能都是一个类别 所以其实对于大家 普遍来讲 认知 好像是 没有 应该说认识不多吧 应该说认识这个领域的人 不多 知道的很不多 所以才会在 划分所有种类的时候 想不到这也是一类 多半都是有到教育那块 然后或者是娱乐产业 大家对于娱乐产业 其实就算今天是一个电话销售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亲生请问 你是做什么 哪方面的工作 什么之类的 关他巴拉巴拉讲完之后 我相信他投台自己 很多问号之外 还想说 所以这算是娱乐吗 这个是大概最能够联想到的了 芬兰的那个 昨天芬兰的那个示威 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说 一文产业在 占整个芬兰国家的总体GDP 有3.3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是应该要被政府 被政府重视的 一个一群人 好啦 就我会觉得像我们当初开这个podcast的时候 我最近开开始有比较多人会 会跟我说 就是啊 你看到你们那个艺术家 就会觉得很严肃 然后也好几度 好几度就是被逼着 会有点说 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换一个台称 这样换一个台名 但每次都会想说 其实我自己后来会觉得 用艺术家 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艺术家就是普通人 其实我刚好 我的我会想法是相反 就是我觉得艺术家没有那么fancy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他是一个每一个人心里都可以有艺术的环境 你心里都有一个艺术的心 所以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是很通 我们可以很通俗 那当然有一些人 我相信我身边也有那种 就是秩序会高尚 就像是Holston这种 就是家里直白兰花 可能他家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真的有遇过那种家里整个打扫到很像样品屋 然后去到家里那个椅子还有固定的角度 就很像陈列到你都不敢坐在那艺术品上 我有遇过这种 可是那是少数 那毕竟还是少数 我觉得要能够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或是生动的 或者是能够感人肺腑的作品的人 他一定对生活的刻度是有刻痕的 他一定对生活是有某种程度的敏锐 如果他没有办法进入到生活里面 他要能够怎么样去诠释这些角色 而且我觉得 有一些人还会把艺术跟明星混在一起 因为你太想要受到关注 有这种人也有 有的很红的自己受到关注 跟很不红的也想要被关注 这种人都有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融入生活的东西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去在你的作品里面打开某一个 某一个深刻的部分给你的观众看 所以我反而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是我觉得艺术跟生活应该是要绑在一起 应该是它是很自然而然的交融 而不是它关在某一个殿堂 就是只有你听得懂或你看得懂那些弦外之音之外 其他的你没有办法跟你的 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群众沟通 甚至有些艺术家只会骂自己的观众笨 我相信我们遇过很多这种 就是只会说观众不懂啦 观众笨啦 观众怎么样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我们如果我们的艺术鉴赏水平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 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是一个艺术老师 你要去教导那些不到这个水平的人 如何能够跟你的作品对话 或是如何去欣赏这个作品 或是如何让他享受一个愉快的时光 我觉得这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只会骂观众笨 观众看不懂 那观众当然会说 你写了我看不懂 我为什么要花钱进来 我回去看我的Holston就好啦 对不对 而且伊万拜托格是真的演的不错 拜托请他入围 他一定要入围 什么讲都可以 就入围讲都 对 因为我看了他就是觉得 哦好想做好 对 他这次演的有点 你知道小王 小王说 小王说 就是只有 只有艺术家可以这么 没有我是说 就是 对 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 bitch的音乐 艺术家 因为他自诩 他是一个 艺术人嘛 所以他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 他非常非常 他做东西 但是不是唯一不确定 但他就在了那个场合 他勇敢的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东西被人家看到了 被财团 被有钱人来赞助了 所以他东西就这样上去了 但他是不是唯一的一个人 不知道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求证 因为 搞不好真的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当时有这么多才能的这样子的人 但是他就是 一个鼻子翘高了一点点 就是 你叉叉叉 我的东西就是这样 我不做给谁谁谁 我不卖给菜篮族 我不什么什么 他就是比较高姿态一点点的 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看上了 我指的很多人是投资客 可能就会因为看上了这一点的自信程度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独特卖点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例如说在艺术的领域里面 其实我也有听过很多的状况 就是说 比如说A跟B做出来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A就是比较会自台身价 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做出来的东西 讲到就是只有他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这样子其实 说实话 大部分的状况是 A的东西比较容易卖得出去 然后B的东西其实卖不太出去 但其实他们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在艺术领域里面 好像也层出不穷 就是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 我觉得好的艺术家 有时候要是好的商人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独特的 很独特的艺术人的话 就是避开讲艺术家 很独特的艺术人的话 然后他做的东西 其实多多少少会被看出商机 我觉得商人就是在看商机来投资 所以他看得出来这个东西 因为商人 商人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就是商人就是在赚钱嘛 他必须要赚钱 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会看市场会看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拿到钱 怎么样可以赚到钱 所以他看人应该会蛮独特的 对于今天的特定的 厉害的不同的独特的 怎样的规模的人 什么人事物 他可能有他的独特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 侯斯顿的案例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会有找上他 而且还有看错 不小心看错 不太相信他 到最后 佩服着无底投地的投资者来 把钱掏更多给他 所以他们挂艺术这两个字 他就是这么勇敢 他有勇敢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才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他个性长这不得性 所以他才敢做这 他才敢说 主妈就是那个top one 这样 你什么 主妈就是第一名 然后所以 当然他 就是个性碎 他可以让他自己 不能垮掉 然后做的东西 其实都还蛮 当然我觉得其实都还是蛮有 如果真的空口说白话 真的只会讲 然后讲了一副好功夫 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他的底真的很容易就被揭穿吧 我不确定 所以艺术家 艺术家真的还是有一种 特质 但那个特质可能真的很不一定 但可能大家平常都会觉得 艺术家会有一个 怎么样的固执的个性啊 什么什么的 不过 他如果真的不是做艺术的话 搞不好也是这样子个性啊 那我们也不会称他为艺术家 但这类的人 个性很独特的人 他势必好像做什么事情 比较会容易被关注到吧 只是他不小心 就是坐在我们 所谓的艺术这一块 所以就是所谓的 很难搞 艺术家 艺术家就很难搞 艺术家就是 B-I-T-C-H这样 但这个环境 拜托 B-I-T-C-H 多的勒 你不需要到艺术的场域 你就会有B-I-T-C-H 所以只是 而且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佩服 这类我们称之为 Beach的角色 因为他做的 B-I-T-C-H的角色 因为他们可以做到 他敢做这些 你觉得很 搞不好真的没什么的事情 他就是敢 你能说什么 你刚才讲这些东西 好多画面 在我脑海中回荡 一个是我以前曾经工作过的 那个大导演算不算B-I-T-C-H 然后 刚刚不就要说他吗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 我知道很多台湾英文圈的人讨厌他 可是我跟他工作起来之后 其实我 我觉得跟他工作 那么一个project 我就觉得 受用无穷 坦白说 我有点 我知道 我是那个 艾蜜莉 就是 穿着Prada的恶魔吗 穿着Prada 里面的那个艾蜜莉 就是很耐操 就是 反正我就是要死命必打 我是属于那一款 这样 我比较不会抱怨 就是 那个时候个性比较虐 这样 然后 另外一个是我发现 其实我如果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Holston的影集 我根本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然后我 我看了影集里面 我赫然发现 他设计的衣服 到现在 已经是属于我们 平价 平价洋装基本款 就是女生啊 男装我没有来组 就是女装 平价女装的基本款 的款式 还有一些就是 一些变化型 就基本上就是 他那时候设计出来 那的确看完之后 我一开始没有觉得 很惊艳 只是觉得很熟悉 就是觉得 我怎么哪里觉得很熟悉 哦原来这些衣服 就是那种简单很简单 然后可能one piece 或者是 设计比较流线 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 可能纽约看到那些女生 会穿一些很飘移的衣服 就是哦原来 都是从他那个脉络下来 然后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名字买了 然后他自己也很痛苦 那也怪他自己的舒适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自大 然后导致于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卖掉 然后变成 现在host人是一个 算品 就是也是一个知名品牌 可是他就只是一个品牌 可是已经不属于他 那我就在想 如果 没有这个影集可能 搞不好我真的不会知道他 而且我甚至就是 不会意识到就是原来 他里面有讲到一个是 那个武士俱乐部 就是你知道disco club的年代 纽约的那个最大那 club 就是我以前有听过 有一个这样子的 你知道就是艺文圈很常去的地方 然后可是我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地方 就我听说 那这个会让我想到就是 以前会有很多艺文人士出没的地点 即便在台湾也是 可是现在那些地点已经不见了 但如果这个要聊 应该也是可以开下一个话题可以聊 我就觉得像以前早期的师大 你知道师大晃一圈全部 你要各式各样的文人 或者是艺术圈的人你就可以遇到 那如果在更早期 可能要到什么明星咖啡馆 才遇到那些作家 而且像以前华山 现在华山是已经很商业化 以前华山是废墟的 那个铁门推开里面 全部都艺术家躲在里面 对啊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 就有那种的氛围 好啦有点讲太久了 我觉得这一集差不多这样可以 瞬间卡掉的祭典 有点吓毁掉 完全没有想要做结尾的意思 拜拜 拜拜